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将来一切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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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痛苦 尤其是精神上的痛苦 它是来自于什么呢 往往就是现实 跟我们的认知 跟我们的认知 有所不同的时候 有所违背的时候 有所矛盾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矛盾中间 会产生内心的痛苦 物质量的物质量 他的变化的方向是另外一种方向 我咬的 我希望的 我的需求又是另外一个方向 那这两个没有走到一起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不想接受这个现状 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现状 然后我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呢 不愿意接受的时候 然后他会给我带来 这个痛苦 我们的痛苦都是这样子来的 那我们现在要学会什么呢 要学会什么呢 要学会跟着这个现状 跟着现状走 跟着现状走 这个我们从现在的说法来讲的话 这叫做活在当下 从佛教的语言讲 这叫做碎缘 碎缘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昨天讲过 淫缘 淫缘 淫缘它决定这个事物的发展的方向 淫缘 那么我们更随淫缘 更随淫缘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幸福也好 不幸福也好 我内心可以容纳我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 可以容纳 如果容纳的话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物质事物的变化 跟我的这个需求 就做到一起了 无论是好的方向也不好的方向 好的不好的方向的发展 至少我也没有去排斥 拒绝 这样子以后呢 它虽然是一个 诗人带来痛苦的东西 但是呢 因为我接受了以后呢 它没有给我带来痛苦 没有带来痛苦 比如说 比如说 亲人的这个离开 比如说父母去世了 或者是离婚了 或者是分手啊 等等 这东西 它是一个 是可观的一个 事物的变化 它是一个客观的 事物的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 对一个人的 搭击的程度 是要以什么东西来决定呢 如果我的意识 我的意识 跟着这个事物的 它本身的发展走 至少我能够接受的话 那么分手也好 亲人的力去也好 离开也好 这东西呢 不会给我带来太大的 这个搭击 就是说 不会给我们带来 太多的这个痛苦 这个时候 如果我拒绝 拒绝接受这个现状的话 那我们的拒绝 对这个现状 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 它一定要这样的变化 它不是因为 我像怎么变就怎么变呢 它自己有一个自然的规律 比如说朋友的这种分手 这不是我想分就分 不是我不想分就不分 不分有一个不分的印和缘 它是它自身的因缘来决定 分手和不分手 不是我想分不分 那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拒绝 我的拒绝 这个时候呢 不起任何的作用 这个事物的发展是不起到 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了 它要 它要发展到什么样的方向 就它自己的因缘 怎么决定 它就这么发展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拒绝 能祈祷的是什么作用呢 是我自身的 内心世界当中的痛苦 它唯一祈祷的作用 就是这个 它对事物的发展 是不会起到任何 它好的方面的发展 不好方面的发展 它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它我现在当时的这个拒绝 是只有增加了 我自己的烦恼 我自己的痛苦 然后呢 这个痛苦严重了以后呢 它也会伤害到 我的这个身体的健康 如果你要盖造的话 那么就是从因缘上下手 这个是非常科学的 非常合理的一种 盖造事物的一种方式 那么因缘上面 我们没有去改变 我只拒绝这个果 这个因果当中的这个果 我自己拒绝它 是没有用的 这种拒绝 这种拒绝的心态 这种拒绝的心态 它也是一种因 那么它的果是什么呢 它的果就是 让我自己更加的痛苦 更加的烦恼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 要学会跟着这个现状走 这个我昨天也讲过了 释迦牟尼佛从来都没有 给我们教逃避现实的方法 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没有办法 那么佛给我们教的是什么呢 它教的都是面对的方法 比如说 以某一个事物的发展 它现在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不是我想咬的方向 而是我不想咬的 恰好是这个方向 想反的 那么相反的这个发展 我拒绝是没有用的 我拒绝了改变不了它 改变不了它 如果我要改变的话 在这个之前就要改变它的印和缘 这个是比较科学的 但这个已经来不及了 它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它已经到了这个 淫源的阶段 果了 它现在是果的阶段 它已经发生了这个过 那果 我直接去拒绝 这个是没有用的 只能我自己更加的痛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面对它 面对 面对现状 现状 很多很多是很残酷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我学会了跟着它走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实际上也不一定是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绝对的痛苦 没有一个绝对的痛苦 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 幸福可以变成痛苦 痛苦也可以变成幸福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学会 跟着事物的发展走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学会接受 在这个之前呢 我愿意接受的东西 我接受 我不愿意的 我不接受这样子 但是这个事物的发展 是这发展的过程 不会跟着我的意思走 他要跟着他自己的因缘走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发展的方向 跟我要的东西 违背 而且我去拒绝的时候呢 然后所有的 所有的精神上的问题 都是赖自于这个地方了 焦虑啊 孤独啊 自闭啊 尤其是这个最严重的 抑郁症啊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是 物质发展的方向 和我们所要的东西 违背 然后在这个违背的时候 我不跟着他走 然后我要坚持我的 我的这个 需求 然后去拒绝 这样子以后呢 然后我的这个精神的这种 拒绝啊 不但是没有 不但是没有改变这个现状 而且我自己的内心 世界越来弄得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最后就是抑郁症 最后不行了 就挑楼自杀 有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 学会一个方法 这是什么呢 去接手 接手 面对 那我们刚刚 我刚刚讲的 有思维的这个chance 什么意思呢 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接手 我接手 就是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呢 很多问题 我们现在的这个思考问题 我们思考 我们对人生的了解 我们对世界的了解 我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这都是非常非常的表面 表面的 皮毛的 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几乎不了解 尤其是心灵方面的 这些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几乎都不知道 人的生命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比如说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我只知道 我眼前的这一点 然后除了这个眼前的这一点 以后呢 我是怎么来的 我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要往哪里走 我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只知道生命的 中间的这一戒 然后除了这一戒以外 之前 之后 都是非常模糊的 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眼前的这一戒当中 我们了解的 所谓的了解 也是非常的皮毛的东西 那这么一个 我们了解的 这个我们的间接 是这么皮毛 这么表面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人是 这个价值观 它会主导 我们的生活 它会主导 我们的生活 间接 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 眼睛先砍炉 砍好了 就会走 所以我们 对什么东西 有需求 对什么东西 没有需求 这一切都是以我们的三种观点来决定 人生观 生命观 价值观 这三种观点 来决定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观点 都是非常的皮毛 那么一个这么皮毛的表面的这个观点 来主导我的生活 那我这个生活当中会得到幸福吗 这就很难 他根本就不了解事物的变化 他了解的是一个非常表面的变化 那么这个表面的变化 他是用他的要求去变一切这个事物 他希望就是他的要求去变 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不可能的 世界的变化 小范围 大范围的这个变化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他有他自己的因缘 这个因缘 我们根本就不了解 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这个 善恶因果 善恶因果 我们绝大多数人 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因果 根本就不认为 比如说我今天杀神了 偷倒了 只要没有人发现 我就不需要 不需要付这个法律证 只要不需要付法律证 那我就没死了 根本就不知道 他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他给我带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那么这些事物的发展的规律 我们都不了解 那我的要求 肯定也是非常的不符合 实施的一个这样子的要求 那这个要求 这个要求 是不符合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 那么这时候 自然的规律 它有它的规律 它有它的变化发展的方向 然后我们的 很多时候 这个规律 这个变化 跟我们的这个要求 是违背的 违背的 这时候如果我们不跟着它走 我们不跟它走 不这个虽缘 不懂得虽缘的话 这时候这个拘绝 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痛苦 搭几 搭几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关起门来 就静下来 思考一些问题 思考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呢 思考时节 思考生命 思考这个 什么东西是有价值 什么东西没有价值 我们人真正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现在的 一个人的需要 需求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是四五岁的小孩的时候 我们的需要 肯定是弯具了 那么这个弯具是对你来说 一辈子都是你的需求吗 当然肯定不是了 肯定不是 你当你是一个三五岁的小孩的时候 非常喜欢的这些玩具 这肯定是玩具 没有别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你根本就 在你的心目当中 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东西 根本就不感兴趣 所以我们对物质 也就是这样子 所有的物质 所有东西都是 会需求不一样的 通过不同的观点 或者是通过年龄的 这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需求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东西 尤其是我们终身需要的 或者是圣生思死 在我们的这个中 只要我这个生命存在 我需要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想过吗 我们很多人 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一辈子 拼命地去做的这些事情 有可能是我实际上 是不需要的东西 然后我真正需要的 我这个生命 真正需要的东西 有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一个小时都没有花 根本就没有忽略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就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 所以我们要惊下心来 惊下心来 把门关上 把心惊下来 然后去思考一些 思考一些问题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佛教的 这个必修的这个功课 而且是最基本的这个功课里面 有一个叫做人生无常 人生无常 人生无常 或者是寿命无常 的意思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 它也是一种禅丁 也是一种禅丁 但是这个禅丁是 它并不是什么也不像 它是有思维的 我比如说 我就是安排这个24小时当中 就抽出一个小时 那么在这个一个小时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把门关上 把自己封闭起来 然后公私的事情 家庭的什么都不像 我就只去想一个 只去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无常 无常 无常的意思就是说 万事万物 包括我自己的一切 都是在一个 非常说不清楚的 这个因缘当中 变化 变化 它的 比如说 我们的生命 我们拥有的一切 比如说包括你们的 魂姻 家庭 财产 等等 一切包括我们所有人的 心腹肝 内在的外在的 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个一分之一秒中的 完分之一 前分之一 完分之一 或者是前万分之一当中 都在变化 都在变化 没有一个是固定的东西 都在变化 而且它的变化的方向 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比如说 作为一个在家人 他会希望 他的婚姻 他的家庭 永远都是这样子 非常好 就停留在一个 很好的状态当中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 希望自己的身体 或者很多很多 都永远都是很好 但是 这是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希望 但是呢 他自身 真正的 这个他的变化呢 他是在 这个一秒中的 完分之一当中 也在变化 那么他会 往什么样的方向 发展呢 就是他的因缘 决定 那他的因缘当中 有什么东西 他的因缘当中 有很多东西是 不确定的因素 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我们这些 未观的当中 比如说一秒中 一秒中的 万分之一的变化 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在我们的 生活当中的 这个变化 也是说不清楚的 家庭啊 婚姻啊 等等 财产啊 这些 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任何人 都说不清楚 因为他的因缘当中 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所以这是先庄 然后我们 那惊吓心来思考什么 就是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思考这个问题 一定要知道 万事万物 都是都是变化的 那这个变化 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这样子思考 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 比如说 你自己的 国取的福报 或者是 你现在的努力 你非常的成功 在上节里面 很成功 那你立即要知道 这也是 这也是 变化 我现在成功 但是我明年 能不能成功 不好说 我再往后 能不能成功 我也不好说 这样子以后呢 他对这个 所谓的成功 有这样子的 非常深入的 了解的时候呢 如果他赚到钱 他一定会善用 这个资源 善用资源 他知道 这个是变化的 在我的手里的时候 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 让他发挥 他的作用 让他发挥 他的作用 让他发光 那钱的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把钱拿去 帮助更多的人 这个当然是 他的最大 他钱能够做到的 也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呢 他没有傲慢心 不骄傲 不骄傲 比如说一个 非常成功的 非常有修者 有修的企业家 那么他除了 这个身外的东西 这物质以外呢 这些物质 这些东西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心里面 还有痰 还有痴 痴 蛮 疑 这些是 我们佛教里面 讲的物毒 物毒 这些都是毒啊 人的心里 有痰痴 痴 蛮 这样子以后呢 这是毒俗 就像这个 电脑的软件里面 进入病毒一样 谁的心里有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一定会 一定会 会面临 各种各样的 错误的选择 痛苦啊 都会有的 那这样子以后呢 他也不会 这样知道了以后呢 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这个 同苦 如果他真的是破产了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他也 至少在心灵上 精神上 没有这些痛苦了 他知道这个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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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这个东西 他会想到 我现在成功 但是呢 这个以后是不好说 说不清楚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是这样子 我们很多人 都不去 不去思考 我这一辈子 我拥有一个 这样子的这个生命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呢 我拥有这个生命的时候 我真正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叫做佛教里面的第二个 就是人生难得 第一个 等等 有这样子的思考的一些参 这个也叫做参 那他去思考了很多问题以后呢 他非常深入的了解 事物的变化 事物的发展的过程 这样子以后呢 他了解的非常透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的需求会跟着 会跟着这个事物的变化走 也叫做碎缘 碎淫愿 碎了淫愿以后呢 有了这个事物的发展 有这样子的变化的时候呢 那他的内心世界 就不会去拒绝这些东西 不能拒绝的东西 他不拒绝 但是这个不等于 他不分斗 不等于他不伤劲 不等于 不等于他很消极 不等于他这个不积极 为什么呢 可以改变 但是改变呢 我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状 是没有用的 我可以跟着这个发展走 但是我想变化 改变他的话 那么他从他的因 从他的因缘上改变 才是真正的改变 这样的这个思维啊 在佛教里面很多 佛教里面很多 这些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 深入的去了解人生 深入的去了解生命的真相 其实佛教就是跟其他的宗教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佛教里面真的是 充满了这个智慧 人生智慧 这些智慧 有信仰的人 可以用来 作为一个解脱的方法 没有信仰的人呢 可以 可以用来作为 指导 主导自己的生活 可以作为一个生活的智慧 人生的智慧 都可以 这叫做有思维的禅 这叫做有思维的禅 它是有思维的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有一个是 比如说 爱心 爱心 慈悲心 佛教里面讲慈悲心 那这个慈悲心 是真正的我们的 所有的心服 所有的幸福 快乐的源泉 就是这个慈悲心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 这个成功的力量 也就是来自于 来自于这个慈悲心 那这慈悲心呢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 方式去可以这个 培养的 可以培养 这种方法是可以培养的 慈悲心也是通过这种方法 培养 也就 精下心来 然后去思考 它有 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思考的 这个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 去思考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 自私的人 根本就是没有 慈悲心的 非常自私的一个 公理主义的人 但是呢 通过这种方法 这个人是可以改变的 他完全可以变成一个 培养成一个 五十的 一个这样 有爱心的人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那这个培养的方法呢 首先这个方法 我们去学 学完了以后呢 精下心来 去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自我培养 这样子 这也叫做 这个有思维的参 就是这样子的 简单的说 这样的 具体的方法 我们今天 就不介绍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 那就是可以 进一步的去了解 进一步的了解 到什么地方去 寻找这个方式呢 第一个 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里面才有这个 我们必须要清楚 这个慈悲心 小乘佛教 比如说上左部 云南的上左部 泰国 绵甸的佛教里面呢 也讲慈悲心 他也不是没有慈悲心 所有的佛教 都讲这个慈悲心 但是真正的这个慈悲心 普通的这种慈悲心 爱心 升级 升级 升级到这个菩提心的 这个级别 这种方法呢 只有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里面 才有这个 这样子的方法 大乘佛教是 韩传佛教 藏传佛教 这些都叫做大乘佛教 这大乘佛教里面才有 有这种方法 那我们通过 如果有这个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 这些方法去学 学完了以后呢 然后自己去大做修行 这样子以后呢 第一个我们非常深入的了解了这个生命的真强 佛教 佛教真正他最感兴趣的 佛教最感兴趣的 他不是任何一个鬼 任何一个身 他对贵身是不感兴趣的 佛教也不崇拜任何鬼和身 包括万能神 造物主 什么都 他不但是不崇拜这些 而且从根本上去否定这些的存在 那么佛教他感兴趣的是什么 他感兴趣 从观点上来讲 他感兴趣的 最感兴趣的 就是食物的真相 生命的真相 他为了探索 为了探索生命的真相 去搭着呀 有知就去了解梯物 都有的 这个思维 有思维的这个当中的 有思维的掺的 一部分也是这个 他要了解事物的发展 为什么这样子发展 他为什么不跟着我的相话去发展呢 他为什么要相反的去 我咬的东西 比如说我一辈子都是希望 他给我带来幸福 往这个方向变化 但是他不这样子变化 他为什么这样相反的去变化呢 这个原因 肯定是有原因的 原因在哪里 他一直都在探索这些 这叫做有思维的掺 有思维的掺 就是这样子的 这以上是有思维的掺 然后 第二 是没有思维的掺 没有思维 没有思维的掺 那没有思维的掺 是什么样子呢 没有思维的掺 是心里什么都不想 不去探索 不去追求 不去研究 什么都不想 把我们的这些 情绪 负面的 毁灭心的 或者是好的不好的 所有的念头 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 消失 让它无因无众 消失 消失了以后 通过有一种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去训练的时候 最后 最后我们完全可以达到 没有任何的这个年头 没有任何的杂年 可以达到一个 可以进入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这个状态当中 它没有时空的概念 时间 空间 它没有这样子的时空 至少它自己 感觉不到 时空的观念 感觉不到 时空的存在 那这个状态当中 没有任何的 负面的情绪 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 比如说 当我们非常不开心的时候 非常焦虑的时候 非常焦虑的时候 如果稍稍有一点点 这个训练 稍稍有一点点惊炼的话 那就一下子惊下来了以后 惊下来了以后 它可以快速的 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 这个状态当中 然后进入了这个状态以后 这里面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 那这样子以后呢 它把精神上的很多问题 都解决了 有些人 我想有些人会想 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 兔鸟式的一种 一种挥逼的方式呢 虽然是你 惊下来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 但是呢 你出来了以后呢 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还是存在呀 是现实呀 是啊 生活当中的这个 有些不离的 我们不想看到的这些东西呢 不是我们可以大作 就可以改变它 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我们如果不怎么解决的话 我的这些精神上的这个拒绝啊 这个不接手啊 这些东西呢 它不但是没有改变 它不能不但是不能改变现状 而且给我们自己带来 更多的痛苦 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有可能我们的精神上出问题 比如说得抑郁症啊 然后就是最后像不痛了 走这个极端的路啊 都有可能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 非常成功的可以解决 这是没有 没有这个思维的禅丁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禅丁 就是这种禅丁 然后这个是可以奸牙 可以奸牙 西方的心灵学家也说 五分钟的 五分钟的这个冥箱 五分钟的冥箱 等于是一个小时的输水 非常深 非常深入的深度的睡眠 所以很多人 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 很多人失眠 如果不失眠 睡着了 也就是经常做各种各样的噩梦 各种各样的噩梦 然后晚上睡不好 这样子以后呢 白天的这个工作效率 非常非常的低 工作效率非常低 这样子以后呢 人慢慢慢慢的会变成 越来越浮躁 狂躁 暴躁 情绪 最后 导致什么呢 就是导致 比如说是一个 公司里面的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主要的 这个 管理层的人的话 那么他会很多人离开他的 他流失他的人才 如果是家庭 有可能家庭的这个破碎 都有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就是这些 这时候是必须要通过这种方法来调整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一系列的不好的这些恶性循环的这些后果 全部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是可以解决的 每天往想大做这个水饺之前 我们比如说这种狂躁的人 或者是失眠的人 坚持 坚持20分钟左右的这种大做 这个大做的方式 具体的方式 我们等一下要简单的介绍 通过这种方法大做的话 完全是可以调整 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我们不能讲的太简单了 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或者一天两天就解决了 这个不是这样 要长期的 要长期的这个训练 这样子以后呢 五分钟的这个 五分钟的这个冥想 冥想就是大做啊 心里面想什么东西 或者是不想什么 五分钟的冥想 也就可以西方心理学研究了 就是可以等于是睡一个小时 其实这个佛教里面呢 很早以前就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是有很多不知识调节 随眠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更好的这个作用 那这叫做不思维 没有思考的禅丁 这叫做没有思考的禅丁 这个具体方法 我们等一下再说一下 这是第二 欢迎订阅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疾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叶盘解脱道 慈悲置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特举办 恭送妙法莲华经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0399319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大家好 我是罗宜君 10月11号起 指挥中心以医专家建议 开放18岁以上成人 都可以接种次世代疫苗 作为追加剂哦 特别是有糖尿病 癌症、中风或心、肺、肝、肾等 慢性病的民众 强烈建议追加一剂次世代疫苗 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重症与死亡的风险 次世代疫苗是针对今年流行的 Omicron病毒株设计 保护力更好 更能预防目前BA.5和新兴变异株 造成的威胁 不论有没有慢性病 接种前都会有医师评估 确认身体状况稳定 再安排接种 接种次世代疫苗 提升自我保护力 那么有关这个三世夫的定义啊 九五节在自主当中 引用了世青菩萨 拥舍论世里面的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 下世设法追求自己的安乐 终是只求灭苦 为何不觉得安乐呢? 因为三界是痛苦的衣处 上世上世虽然自觉有苦 却一心想为他人求取安乐 根除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众生之苦为苦 世青菩萨对三世夫各自的定义和描述 可以说是九五节撰写灯论时候的启发和参考 从大方向来看的话呢 两者的这种分类方法非常的相近 但是九五节在登论当中 还有 还是有他就比较独特 独到的一些见解和见地 所以呢 从严格意义来讲的话呢 他们两者对三世夫的分裂方式 还是不尽相同的 不管怎么说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点 那就是三世夫的这种说法 并不是由九五节所开创的 在他之前 至少是在世青菩萨的时候 就已经有三世夫这个概念了 其实呢 三世夫的概念不仅世青菩萨阐述过 其他论点当中 对此也有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呢 吴佐菩萨所写的宝性论著 其中所讲到的三世夫的定义 跟这个灯论里面的描述还非常的相近 略说一切众生界中 有三种众生 何等为三 一者求由 二者远离求由 三者不求比二 意思就是说众生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追求由 就是三由的由 也就是轮回的意思 第二种呢 远离由 也就是远离轮回 第三种是两者都不追求 轮回是一切皆有 寂静是一切全无 那么这第三种人就是轮回寂静都不追求 换句话说就是想要成佛的人 也就是上师父 为什么说想要成佛的人轮回寂静都不追求的呢 因为佛国是同时超越了有和五的 所以呢 佛国也被称作无助涅槃 那么其实不仅在这些论典当中曾经提到过三师父 而且早在佛经里面也已经出现过三师父这样的概念 比方说中文《大藏经》当中 有一部叫做佛说发菩提心破诸摩经 这篇这样的一部佛经里面呢 有这样一段话 佛罗门又如世间有三师父 巨欲过渡一身大河 比第一人一移小夜 浮水而渡 比第二人而胜于前 一起板木浮水而渡 比第三人又复圣浅 乘以大船于多人众 安稳而渡 得至彼岸 比第一人一夜而渡者 当之急事 升稳乘人 比第二人一起板木 而得渡者当之急事 圆绝称人 比第三人 乘传得渡者当之急事 菩萨称人 自所得渡 复渡他人 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有三种修行人 他们都要渡过一条大河 第一种人也就是夏师父 靠着一片叶子 独自过河 比喻升稳乘人 第二种人 比前者稍好一点 划着一块木板 也是独自一人过河 而借此来比喻中世父 也就是圆绝称人 第三种人呢 又比第二种人更殊胜 他是乘着一艘大船 跟很多人一起安安稳稳地抵达彼岸 这里形容的就是上师父 也就是菩萨称人 不仅自己解脱 而且也度化别人 我们来打个比方 可能会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三师父的修持 就好比我们的求学生涯 下师父就像小学 中师父就像中学 而上师父就像是大学 如果我们想要学习大学课程 那中小学里面所教授的内容 就是必修的基础 而且不仅要学习 还得学得扎实 稳固才行 这样上了大学 才有可能听得懂课程 跟得上进度 最后就顺利毕业 所以中小学教授的知识 就像是下师父和中师父的修学内容 想要达到上师父的水准和境界 前两者的功课修持 是绝对不能跳鼓不上的 而且不仅要学 还得脚踏实地的学好 那三师父的目标呢 就好比学生生涯中 不同阶段的这个毕业证书 虽然小学或者中学毕业 也算是一种阶段性的胜意和成就 但绝不是我们要达成的最终目标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大学学位 所以呢 绝对不能止步于中小学的学习 也就是说 在下师父和中师父的修学内容 已经完全掌握和领悟之后呢 无论大乘修持的道路有多么漫长 最终都要铭记于心 我们学佛的最终目标就是变质的佛工 所以呢 通过这个例子 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三师父的修行道路和次第关系 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 告诉了我们发心和动机是多么重要 从前在藏地有个想要修行的人 来请教一位颇有修为的一个上师 他问道 请问大日经是属于大乘的法门呢 还是小乘的法门 这位大师回答道 如果是一位大乘修行者来修持的话 他就是大乘的法 如果是小乘修行者来修的话呢 就是小乘法 但要是让我们俩来修的话呢 那他就既不是大乘也不是小乘的法了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是多么深奥的法门 如果我们的心态 动机 目标不正确的话呢 不管学什么都没有意义 所以呢 我们要时刻注意和提醒自己的这个发心 无论是学习 修持 行善 还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动机都是最重要 也是最值得我们去一再的揣摩 而且呢 随时随地去反省和观察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点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摩合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